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小 今天带来一个天使因为爱情 选择坠入凡间,重新做人的故事 小黑是一名实习天使 这天一个正牌天使为小黑带来一场考核 他指定了两个人,并告诉小黑 如果能促成他们结为夫妻 则可以通过考核成为正式天使 但要是失败了,他就得坠入凡间,重新做人 小黑来到凡间,找到他要牵线的男女主角 大强和林玲 他利用天使大数据精确地算出 这两人的恋爱指数达到了99% 不由的暗自窃喜 两人简直就是天作之和 看样子,完成任务非常简单 为了让陌生的两个人尽快走到一起 他不断为两人创造相识的机会 营造出一种两人十分有缘分的感觉 经过小黑的努力 大强和林玲顺利地成为了恋人 小黑觉得自己即将大功告成 林玲有一个同事叫阿星 是一个助理摄影师 平时做事总是毛手毛脚的 小黑注意到 阿星在被同事训斥时 林玲总会用怜悯的眼神 望着做错事的阿星 随后他又了解 两人是老同学 一次同学聚会上 林玲和阿星还开起了玩笑 可见关系不错 聚会结束后 回到家的林玲 找出一张上学时 阿星给自己拍的照片 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隔天 阿星在咖啡馆偶运林玲 她告诉林玲自己找到新工作了 这时大强走了过来 林玲向阿星介绍 大强是自己男朋友 阿星显得十分失落 小黑看着失落的阿星 和闷闷不乐的林玲 心想 难道他们二人 才是命中注定的情侣 她利用天使大数据 给两个人进行了匹配 可结果只有48%的匹配度 这和大强相比 差得太多了 不久之后 大强拿着钻戒 向林玲求婚 小黑特别激动 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结束实习 成为真正的天使了 可林玲因为对阿星 一直念念不忘 并没有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 晚上回到家 她鼓起勇气 给阿星发了一条短信 约她在公园的一棵树下 不见不散 此时 小黑看到 短信变成一个会飞的小球 正在飞向阿星 她很怕阿星的出现 会阻碍林玲嫁给大强 竟拦截了短信 因为没有收到短信 阿星无法赴约 林玲孤单地等了一晚 天亮后 她委屈地撕坏了 阿星给她拍的照片 打算和阿星恩断一绝 大强这边依旧对林玲十分热情 还带她和自己的父母一起吃饭 父母也对林玲十分满意 但是吃饭的时候 林玲接到同事的一个电话 说阿星把拍摄的胶卷弄丢了 现在没有照片做封面了 林玲给阿星打电话询问详情 电话里的阿星心灰意冷 打算从此回老家度过余生 并祝林玲和大强幸福 挂了电话 林玲知道自己一直牵挂的是阿星 她将戒指还给了大强 并对她说了一句对不起 小黑十分生气 她觉得自己转阵的希望即将落空 她不明白 林玲为什么会拒绝匹配度99%的人 而又选择匹配度只有48%的人 此时的林玲不知道 有个实习天使暗自抱怨自己 她跑到阿星去过的地方 开始一点一点 慢慢地寻找丢失的胶卷 辛苦了大半天 她终于找到了胶卷 并放到了阿星的门口 这样阿星就不必回老家 她也能经常见到她了 林玲做完这些后 一个人来到了公园的树下 她坐在那里 想起了和阿星曾经的点点滴滴 小黑看着林玲 似乎理解了一些东西 她忍不住笑着骂了一句 真是大笨蛋了 然后把那天拦截的短信放了出去 阿星接到短信 立刻赶到了树下 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成为了夫妻 而小黑因为输给了爱情 时期没有合格 只能重新来到凡间 继续修行了 今天这个电影是来自2007年 秋季党世界奇妙物语里的一个故事 48%的恋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